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主題是 我們的線上課程第二階段影片即將推出 OK 然後老師就要講 因為很多車友對老師把煞車分成五個階段非常感興趣 而且會想知道老師如何把它分成五個階段的 那老師有講過嘛 老師是把它分成就是學習的過程 那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我剛好學習的過程剛好就是去養成這些煞車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幸運的 我的第一階段的煞車是在2018年的時候 2017 2018的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接觸卡丁車的時候 那時候煞車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踩 然後後來就踩了一種固定的踩法 就是很順很舒服的踩法 我就把它稱為第一階段 然後到2019年的時候 2019年你看2017 2018 光這兩年我就踩一種煞車而已 那接下來2019年的時候 去完大陸溫州之後 我的技術又再進了一階 那時候就進入到第二階段煞車 因為我那時候跟很多選手 一起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大家車跟很近嘛 你就有機會觀察人家的動作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他車子的動態 那我就發現 奇怪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後來在比賽過程中 就讓我一直試試試試試 就被我試出來 這就是第二階段煞車 那後來回到台灣以後 我又持續把它就是精進 所以你看我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2019年比賽完到2020年 我拿了很多個冠軍 我覺得很大一個部分 就歸功於這個 第二階段的煞車 這個第二階段的煞車 大概讓我就是 持續了一年多 我都是在琢磨這第二階段的煞車 所以你看第一階段煞車兩年 第二階段煞車一年 然後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去跟台灣賽車第一人 蔡成陽學習 他教了我第三 第四 第五階段的煞車 那 很多車友可能會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寫第五階段 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我就在講了 大家也只是一樣畫葫蘆而已 做出來完全沒有那個效果 真的 因為我自己也嘗試著要這樣做 OK 蔡成陽在教我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煞車的時候 我記得我學了三四五階段 我大概花了二十次練習的天數 二十天喔 因為每個月嘛 我們就算四天好 二十天大概就練了五個月 我就五個月 每個月固定去練車 好 每個禮拜固定去練車 然後這樣大概二十次才把這個 三四五階段煞車把它學下 而且這個學習是真的很扎實的學習 不是像可能車友在練車 或是同樂會在練車這樣 不是 它很像就是你到賽車學校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 你就是下場練習 上場 檢討 講觀念 一直不斷的檢討 一直不斷的檢討 才慢慢把這個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把它學起來 所以 真的 蔡承翔也是這樣跟我講 它是一個熟能生巧的過程 你還沒熟能生巧 你沒辦法 做到那個程度 他以前這樣跟我講 我也不相信 我也覺得 我應該直接做到第五啊 真的不要不信邪 好嗎 因為大家不是神套 你也不要把自己當成神套 好吧 但是你學到第五階段的時候 你會蠻開心的 你會覺得就是 是蠻快樂的一個過程 你會覺得 我的煞車可以變這樣 好酷喔 是不是 真的是 有點就是 隨心所欲在控制的那種感覺 你會感受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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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快樂 OK 那 我會把這個煞車把它分成 五個線上課程 大致上會把它分成五個線上課程 那基本功我就教第一階段了 接下來第二階段的進階課程 我就教第二階段煞車 那 老師也不是不想一次把五個階段都把它錄完 老師講 你真的要練習 而且你要練習到一定的程度 才會有 體感才會有那個回饋 知道嗎 就這樣 你如果來參加老師的線上課程 老師會把你拉到一個 就是群組裡面去 對不對 老師會給你老師 個人的line 或者是微信 然後你可以就 就是線上課程裡面 影片有問題的 你可以發問 那 你可以照那個方式去練習 那你隨時有問題 你都可以在上面發問 因為這樣才會進步 而不是我今天錄個影片 我跟你講 就這樣才 就是這樣 那你做對做不對 你不知道啊 對吧 你要問嘛 是不是 你身體有什麼感覺 你要跟我說嘛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把影片放上來給我 我可以跟你講 就說欸你到底做對還做錯 就這樣我很自豪的就是 基礎工的課程其實不只有煞車啦 但是我發現車就很focus在煞車 但是我主要真的要講一下 你的煞車 你的油門 你的方向盤 真的缺一不可 你覺得方向盤很簡單嗎 我現在覺得方向盤很難 嗯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蜘蛛必叫的地步了 OK 你覺得油門很簡單嗎 我覺得油門很難 你覺得煞車到五階段就夠了嗎 我覺得煞車也很難 好 因為再來就是 你學會這些煞車 你不同的彎道 你要怎麼去運用它 這個也需要經驗 這個也需要嘗試 這個也需要練習 懂嗎 然後再加上你不同的路線 配上不同的煞車 是不是又不一樣 你看 老師沒亂講吧 是吧 因為這些都是我的學習過程啊 都是我的學習經歷啊 然後 老師講 你就真的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學 你真的一個階段真的學到OK 老師看了影片覺得真的是沒有問題 你再來第二個階段 你真的沒有必要一次把五個階段把它買走 真的沒有必要 你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往上爬 你好好去練習 第一個階段 你真的做到真的到位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 可以你可以開始練習第二個階段 OK嗎 這是老師忠心的建議啦 OK 當然裡面也不會只講煞車啊 就像我剛剛有講吧 我很自豪的是 基礎工的課程裡面就有什麼 方向盤 對不對 我真的很自豪的講 你基礎工課程 你照著我的方式 去操作那個方向盤 跟你用你原本方式去操作方向盤 我跟你講 一定.2的差距 一定是0.2的差距 你不相信你可以試試看 也就是你看完基礎工的課程 你按照那個方式去做 去那個動作去做 然後你先 按照那個動作去做 好做了以後 欸不對 應該是你先按照你原本的方式下去開 開完以後 你下一場下場的時候 再按照老師講的那個方式下去做 你會發現 全數起碼.2 這個就是訣竅 如果沒有人講 你會不知道這些訣竅 這些訣竅都是我去跟人家請教來的 我去跟人家學習來的 或是我自己去體悟來的 OK 好嗎 然後再來 老師也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因為賽車是個很昂貴的項目 OK 我光學習345階段的煞車 光這些練車消耗的費用 起碼都是幾十萬起跳 但是我覺得學到很值得 因為我可以體會 別人體會不到的感覺 人生不就是這樣對不對 就在經歷不同的事物 對不對 我覺得是很值得 所以你看老師現在分享給你 是不是 CP值很高 對不對 我直接學會 然後 交給你 你看你就不用花這麼多 是不是 對不對 OK 好啦 那就這樣啦 跟各位車友說明一下 我們第二階段的進階課程 即將要 就是 上線啦 即將要推出啦 那要買第二階段線上課程 就是前提是你第一階段要有買 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學習過程 OK 那如果你第一階段 第一個階段還沒學好 我會建議不要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好嗎 OK 那就這樣喔 如果有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拜拜